哈喽大家好,我是再见小男们 今天我们来回顾一部 吃手指就能变强的高燃动漫 《咒术回战》 故事是这么说的 少年名叫虎杖幽人 他从小就拥有超人般的身体条件 不过比起成为运动明星 虎杖更喜欢跟着灵异研究社的学长姐 嬉闹打混 这天放学后 虎杖到医院探望卧病在床的爷爷 爷爷不希望虎杖浪费人生 于是跟他说了一遍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道理 讲完爷爷当场断气 只剩虎杖一人错愕不已 而在虎杖处理爷爷的后事时 名叫浮黑会的男子出现了 浮黑自称是咒术高专的学生 此次前来是为了取回一项特级咒物 虎杖看了看浮黑手上的照片 想到自己的确有在学校 捡到如同手指的玩意儿 浮黑表示人类的负面情绪会产生诅咒 而离奇死亡的案件 大多数都跟诅咒有关 为了避免咒灵伤人 许多地方会放置封印过的咒物来驱赶咒灵 然而咒物的封印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减弱 这般情形也让咒物转变成吸引咒灵的饲料 之前浮黑与虎杖擦身而过 意外在他身上感受到特级咒物的气息 担心事情闹大 浮黑劝虎杖赶紧交出咒物 没想到的是 虎杖早早就把那根手指拿给了灵岩社的学姐 还声称对方准备在今晚撕开咒物的封印 浮黑一听脸色大变 考虑到虎杖的安全 浮黑决定自个儿进入校内收回咒物 果不其然 此时的咒零正在吞噬咒物和学姐 危急之际 本该待在外头的虎杖突然破窗闯入救下学姐 没错 爷爷说过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虎杖不希望身边的好友就这么无辜死去 而在学姐获救后 浮黑也抓住空档解决了咒零 然而一波钢瓶一波又起 转眼间另一只咒零从天而降 浮黑想保护虎杖 却因此被咒零暴揍理论 眼看大家身处险境 虎杖只好硬着头皮加入战局 由于虎杖不像浮黑懂得使用咒零 这般劣势也让他成了敌人的玩具 正当虎杖陷入苦战 他想起浮黑提过咒零中带有强大的咒零 情急之下 虎杖吞下咒零 打算借此获得咒零来扭转局面 看到虎杖的行为 浮黑整个人都傻了 因为虎杖吞下的咒零是诅咒之王两面素挪的手指 普通人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 不料虎杖并没有直接暴毙 而是变了个人似的瞬间秒杀咒零 原来虎杖被咒零的主人 宿挪控制住了 现在宿挪准备用虎杖的身体大闹一番 然而就在宿挪得意之时 虎杖居然夺回了身体的主导权 浮黑不太明白眼前的情况 以防万一 他决定就地消灭附有宿挪的虎杖 关键时刻 名叫五条雾的男子来到了现场 五条是咒术高专的老师 察觉宿挪潜藏于虎杖体内 五条突发奇想 要虎杖把宿挪放出来个十秒 虎杖有点担心 毕竟宿挪是传说中的诅咒之王 凭五条一人真的能应付吗 五条面带笑容 表示没有问题 下一秒 获得释放的宿挪朝五条袭去 强大的冲击力 断时激起漫天沉悟 怎知五条不仅毫发无伤 还幽默地把宿挪当驴来骑 宿挪自然咽不下这口戏 于是开始对五条穷追猛打 然而不管宿挪如何攻击 他就是拿五条没有办法 十秒一到 虎杖拿回身体 五条轻点虎杖的额头 虎杖当场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 虎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座房间里 事实上 原本高层的人想直接处决虎杖 但看在浮黑球形的份上 虎杖说服高层跟虎杖做比较异 眼前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现在就处死 二是作为束挪的容器 直到吞下所有的手指再被处死 虎杖希望能保护更多的人 于是决定帮忙收集束挪剩余的手指 随后 虎杖吞下了五条所给的第二根手指 并跟着对方前往东京咒术高砖 为了让虎杖掌点监视 途中 五条说起束挪的来历 根据传说 束挪的样貌四手两面 是个可怕的怪物 但实际上 他在千年前本是个人类 由于生来就拥有强大的周力 当时根本没有咒术师能敌得过他 听到这里 虎杖不禁感到好奇 若是束挪找回完整的力量 五条还有可能打得过他吗 五条微微一笑 表示没有问题 来到咒术高砖 虎杖见到了反差盟的校长 业额正道 经过简单的考验 虎杖成功入学 之后 五条带着虎杖和福黑 去车站迎接另一位同学 对方名叫丁奇野强威 他是位来自乡下 梦想在都市被星探挖掘的铁娘子 看到虎杖和福黑样貌平凡 丁奇面露失望 这时 五条表示要带大伙 前往繁华的六本木观光 丁奇一听 马上转杯为喜 然而这份喜悦没有维持太久 因为目的地其实是一座废弃的大厦 而且他们还得进行拔除诅咒的作业 五条知道虎杖是个无所畏惧的疯子 但他还不清楚丁奇会如何应对咒铃 因此这次的任务是针对丁奇所设计的 这也难怪 毕竟都市的负能量更深相下 咒铃的等级自然来得更高 如果没有相当的觉悟 即使天赋再好 也无法成为称职的咒术师 果不其然 面对以小孩做人质的阴险咒铃 丁奇顿时慌了手脚 好在这时虎杖破墙救下了孩子 咒铃知道没戏了 赶忙要逃出屋外 丁奇反应很快 立刻朝咒铃的残志施展雏灵咒法 专业间咒铃烟消云散 丁奇也获得了五条的认可 几天过去 某座哨馆所出现一只特级咒铃的咒胎 原本该是五条的工作 但他老兄正好出差 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 高层只好把任务交给虎杖等人 为了让学生们知道该做些什么 学校只派了一位辅助监督前来帮忙 不过此人没什么战斗力 除了提供情报 最多只能使用一些简单的结界术从旁协助 本次的任务是搜救哨馆所内的幸存者 监督提醒三人千万不要跟咒铃正面冲突 因为以他们现在的能耐 根本不是特级咒铃的对手 随后大伙踏进建筑物的内部 他们马上陷入了咒铃施展的领域中 没过多久 三人发现了几具尸体 胡杖想把尸体带出去给对方的家人一个交代 但胡黑制止了他 一方面这么做实在太过危险 二方面胡黑晓得眼前的死者 曾两度无招架时撞伤害童 面对此等二人 胡黑不觉得有必要浪费时间 胡杖和胡黑各执己见僵持不下 却没想到两人才吵到一半 丁吉突然被拉入黑洞之中 意识到情况不对 胡黑打算先转移阵地 但就在这时特级咒铃出现了 强大的气场让胡杖与胡黑动弹不得 胡杖咬紧牙根 硬是拔出刀刃挥向咒铃 然而咒铃可不是吃素的 一转眼胡杖的手直接被对方砍了下来 担心会被灭团 胡杖想通过素挪的帮助摆脱魂金 然而素挪拒绝了胡杖的要求 比起解决咒铃 素挪觉得弄死浮黑肯定更有意思 眼看别无他法 胡杖只好让浮黑先去就丁吉 等到两人远离一战场 胡杖再放出素挪对付咒铃 为了给浮黑制造足够的空档 胡杖拼尽全力攻击咒铃 可惜就算领悟了咒铃的使用方式 他还是拿咒铃没有办法 没过多久 远处传来浮黑的信号 得知浮黑和丁吉已经脱困 胡杖赶紧切换账号放出素挪 本来素挪不想帮忙 但不晓得对面的咒铃哪根筋不对 居然大胆朝素挪发动偷袭 这下素挪不高兴了 当场就把咒铃削成刺身 完事后 素挪从咒铃身上取回自己的第三根手指 接着气呼呼的 要把身体的控制权还给胡杖 然而面对素挪的呼唤 胡杖竟一点反应也没有 当下素挪笑得好灿烂 因为他终于能尽情使坏了 转眼间素挪移动到浮黑身边 并当着对方的面 直接拔出胡杖的心脏 素挪能力强大 没有心脏也能继续存活 但胡杖就不一定了 素挪认为 胡杖不敢拿回缺少心脏的身体 这么一来 素挪便可以完全掌握身体的控制权 浮黑看了看 发现胡杖之前被斩断的手掌了回来 于是他猜想素挪拥有治愈的能力 倘若把素挪打到重伤 或许就可以逼对方修复胡杖的心脏 然而想得到不代表一定做得到 即便浮黑攻势猛烈 可仍旧无法对素挪产生伤害 情急之下 浮黑只好使出深藏许久的大招 此招气势惊人 使得素挪兴奋不已 怎知浮黑才涌长到一半 胡杖突然拿回了身体 当然缺少心脏不可能活得下去 伴随一句 你们都要长命百岁 胡杖硬身倒地 没了呼吸 得知胡杖的遭遇 胡条相当不悦 他认为这次的任务疑点重重 且一口咬定 高层是想借机弄死胡杖 胡条越想越来气 甚至起了消灭高层的念头 然而胡杖其实没有死透 现在他正在素挪的内心世界 跟素挪吵架呢 由于素挪对浮黑很感兴趣 所以他想借胡杖的身体 多观察浮黑一段时间 为此素挪愿意帮胡杖修复肉体 不过胡杖还得先答应他两个条件 一 只要素挪开始涌唱七阔 胡杖就得把身体借给素挪一分钟 二 胡杖必须忘记 双方在这里所定下的约定 为了让胡杖安心 素挪保证自己 不会在使用身体的期间伤害无辜 然而胡杖不肯买账 因为他觉得素挪这种坏胚子 根本毫无诚信可言 眼看胡杖不知变通 素挪提议双方不如打一架 如果胡杖赢了 素挪无条件恢复他的账号使用权 可胡杖要是输了 就得接受刚才的提议 胡杖觉得可以 殊不知他才出了一拳 马上就被素挪给秒了 契约成立 胡杖苏醒过来 却也忘了自己与素挪的约定 随后 五条开始教导胡杖如何使用咒力 咒力的来源是负面情绪 通过咒术的施展 就会产生各种效果 原理就像电力 接着电气可以发挥出不同的功用 然而目前的胡杖无法使用咒术 因为术式是天生的 胡杖明显没有这项天赋 嗯 但也没关系 胡杖拥有一神怪力 如果能搭配咒力使用 便能塑造出强悍的战斗力 画面一转 名叫下游节的男子 领着几只咒灵来到了某间餐厅 事实上 少管所事件就是出自这些家伙的手笔 他们使用了珍藏的素挪手指 来制造那只特级咒灵 目的就是要打探素挪的实力 独眼的咒灵叫做漏狐 他一心只想着消灭人类 下游认为 要达成这个愿望 必须先完成两件事 一 找到特级咒物玉门浆 并用他来封印最强的咒术师五条 二 拉拢两面素挪 让他成为友军 漏狐对下游的计划没什么意见 但比起封印五条 他更倾向于打倒五条 于是就在某个晚上 漏狐主动找上五条 说来可笑 本来漏狐自信满满 却没想到差点被五条达成残废 见漏狐是个好教材 五条直接把宿舍里的虎杖 拉来观摩学习 遭忍小看的星星 让漏狐气到炸锅 他立刻展开领域 周遭顿时涌出炙热的岩浆 然而五条不仅没被吓到 还当场帮虎杖上了一刻 所谓的领域 是用咒力所构成的封闭空间 在领域中 释放咒术威力更强 而且百发百中 若是想破解敌人的领域 那你有三种选择 其一是用咒术跟对方互轰 其二是逃离领域 但正常来说行不通 其三是用自己的领域 吃掉对手的领域 这也是五条最推荐的方法 话一说完 五条脱去眼罩 接着展开领域 吞噬了漏狐 当下漏狐感到十分无助 他不晓得如何应对五条 而趁着漏狐动住之际 五条瞬间拔掉了他的头颅 谁派你来的呢 五条踩着漏狐的手机 想从他那里问出个所以然 可就在下一秒 一只特级昼令床屋战场 救走漏狐 虽说没有掏出情报 有点可惜 不过对于虎杖而言 能亲眼见到 五条小鹿伸手 已经指挥票价了 当然夏游和昼令们 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计划在10月31号 于涉谷封印五条 另一方面 虎杖所属的学院 即将与京都咒术高专 展开交流赛 究竟两校会擦出什么火花 我们下回分解 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边咯 如果你对咒术回战 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这支影片 也请各位订阅频道 按赞加分享 当然也别忘记 加入我的FB粉丝团哦 我是再见小男们 我们下集再见